歡迎收看羅光 打人的部分是有 但是也沒有被打 有不over 行求過 真的喔 對 你澄清政府的兇狠 噼哩啪我一個人就扁了五個人 很氣 所有的那個 三組的行政組對不對 是不是傻的 沒有 是 當場看到我在開始扁的時候 全部都在做筆錄 全部都在行 都沒看到 都沒看到 你們只有講打 不用講 嚴重一點 你被追殺過 因為鄭太極最煞 鄭太極 今天國王幫請到三位自身記者來幫忙 究竟裁判的過程中 會有什麼樣不同的體驗呢 又會遇到什麼樣的危險呢 想知道的話 不要錯過今天精采的國王幫幫忙 歡迎歡迎國王幫忙 我是童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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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彭 在後面的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夏安穎 從最近社會的種種事件來分析呢 只有一句話能形容 那就是拍你當搞笑啦 我這家都不敢播那個新聞台 小孩子看到我怎麼回答 太亂了 太怪了 但是呢 在這個中間 最辛苦的是誰 記者 沒錯 而且最近記者都是非常辛苦的 好不好 然後我們歡迎今天的代表人 劉俊耀 呂文婉 迪志文 歡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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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請坐 三位請坐 第一個問題馬上就問下去了 好 請問 三位當記者這麼多年了 有沒有被打過 打人的部分是有 但是沒有被打過 有婦恩 沒有婦恩 有 真的假的 你行求人家 幫條子行求 真的啊 對... 你澄清這麼的兇狠 對 因為那個人實在是 也看得太可惡了 就是全世界人都會恨他的意思 做壞事 人民公敵就對了 對... 那就我們就幫忙 幫忙行求的時候呢 你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灌水 有... 那灌水的時候呢 你就要 抓到他的頭 抓到他的腳 抓到他的腳 因為他幾乎是... 幾乎是一個人他是 全身是透光光的 他透光之後呢 又一根鐵桿 然後呢 從膝蓋這邊呢 以膝蓋這個地方啊 為一個支點 然後他穿過去 那人呢 那手就把他綁這樣子 那這邊是... 還是吊起來這樣 這滿輕鬆的酷型其實 然後吊起來的時候呢 他就...然後呢 用兩個椅子 要刮在椅子上面 然後這個人就是吊在那邊 倒吊 你如果把他這樣... 大力的這樣推一下 他就會... 這樣一圈這樣 然後把他的眼睛蒙起來 蒙起來才... 才不會看到是誰嘛 對不對 然後呢 用個毛巾 就附在這裡 好可怕喔 然後就開始... 溫水 溫開水 然後他... 水量不錯的呢 他就會一直喝 那水量不好的呢 就喝 就來不及 然後呢 就會... 嗆到的時候呢 他就有什麼話都講 那你們兩位是影劇記者 應該沒有吧 有啊 當然也有啊 誰打你啊 打... 沒有 我們跑影劇有時候 也是會去支援別的縣嘛 是 被打跟打中 是在哪一縣的時候被打 那個總統府前抗議的時候 319嘛 兩顆子彈的 藍軍不是到總統府前去 後來就是有警察去鎮壓 等等之類的嘛 那當然就會有一些 比較不理性的... 民眾 對 那當然就是 像我們那時候去採訪的話 當然在總統府前集結都是 就是泛藍的學人 那當然就對那個 比較綠的電視台或是記者 人間就會比較多 是... 那剛好那時候我們那一台呢 被人家定位是 不藍不綠 但是有些 不藍不綠的話 就會讓藍的覺得你是綠的 讓綠的覺得你是藍的 狀況 對 所以我們去採訪的時候 都不敢露麥啊 但他就會問你是哪一台 那你剛開始搞不清楚狀況嗎 跟他講我是哪一台 那時候被人家追著逃 對 那你是打人的話是 有一個人我看他可能常常被打 被記者打過 誰啊 就是柯懂嘛 柯次海 柯次海每次我們連線的時候 他就很喜歡拿個牌子 站在後面 對... 搶鏡頭啊 那有時候跟他講講不聽就用腳 踹... 踹也踹不走 你因為被踹他也願意 他也要站在後面露露臉 所以算起來喔 算起來是柯次海打敗了新聞圈 對...真的很厲害 打敗新聞圈 因為大家後來屈服了嘛 適合到最後太好笑了 打得下許了 對 大家屈服 他比記者還記者 對 很多新聞現場他都是第一個到人 對 還通知你們 你們還沒來啊 快點... 我跟你們還沒來 然後呢 你沒有拍到 他說你沒拍到 好 那我再打一次 他就...沒有 他不是在... 跟許承把 沒有 不是在那個... 上午打了之後呢 結果...我沒拍到怎麼辦 他就想說 怎麼辦呢 他說 沒...沒拍到 好 下午再打一場 真的 記者淋了許承把 他下午會知道怎麼我出現 對 真的 兩個人就在那邊又打拳 還可以加場 加運產 對啊 一個是求行別人嘛 那一個是可能是擦槍走火 那我是真的差一點被這個藝人的 旁邊的經紀人還有保姆 差一點追著打這樣子 一定亂問問題 沒有 其實我只提一個名字 因為那時候我採訪是一個偶像型的歌手 還滿紅的 那時候因為他有私生子的這個事件 然後我賭他賭很久很久 然後都找不到人 他有一次好不容易在中視的旁邊 因為中視那旁邊現在不是TVBS 都不是 是一個空地 然後是停車場 那我在那邊賭到他了 跟我的攝影記者 然後他坐在一個大的賓士轎車裡面 然後很瀟灑的彈吉他 練唱這樣 然後我一靠近的時候我就說 某某人你好 然後他很客氣耶 真的很Nice 我知道妳說誰了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我就一開口提了 他的那個以前女友的名字 你知道嗎 那真的很像黑社會的場景 突然他旁邊的那個一些保姆 然後馬上從車子跳出來 然後馬上四個門全部關起來 開走了 然後剩下那些人 就開始要追著我 跟我的攝影 追著 然後我們就趕快跑 對 要追著打 然後後來 喂 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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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講那個 後來... 那個攝影那時候是 騎兜風的那種摩托車 就是那種 就很爛這樣子 就是差一點 我就快騎... 這樣慢慢 就是那種吹... 追到 對 真的差點追到 你們只有講打 有沒有講 嚴重一點呢 可以 被追殺 你看 你被追殺過 被鄭太極追殺 鄭太極 有沒有聽過鄭太極 應該有 屏東縣那個議長 有... 因為我下去跑他的新聞的時候 那因為我是台北下去支援 那因為呢 鄭太極他那時候在屏東是 是一方之霸 那幾乎所有的地方的記者 都不敢寫他 那寫他的話 他都知道你家住哪裡 那所以台北就... 總是就派我下去跑這個新聞 那當時說 我想機會來了 哇...這個時候沒有人敢寫 就是我們發位的時候 因為他不知道你家在哪裡 後來他知道了 後來他知道了 後來我家還被設了一個巡邏箱的原因 這我大概在講 那下去跑就開始寫啊 那奇怪都沒有人敢寫 就是我們敢寫 後來他就知道是我 然後呢 後來還透過了一個媒體的... 的前輩 他打了一個電話給我 他說啊 駿耀箱啊 你要把我交給一下 不然喔 你就試試看 然後就其實那時候聯絡了 也聯絡到了 反正... 講的沒關係 聯絡到了陳其玲 陳其玲說 欸... 沒關係吧他還欠我六千萬 他應該不敢對你怎樣 我跟他打個電話好了 可是可能也許 電話沒有打通 你知道嗎 電話沒有打通 結果... 結果... 我住的地方就被他掀了 那因為還有... 因為我住的地方... 很掀啊 我住的地方只有三個人知道 那後來竟然 有一天我要回去那個... 那個宿舍的時候 我就... 就遠遠看 因為我回家的時候都要... 繞一下 尋一下 繞一下 結果發現就已經氣氛不太對了 因為我就發現 鬼影蟲蟲 結果後來... 原來已經有人在那邊... 在那邊等到... 醒醒了 那我當然就...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他是玩真的 所以我也請求保護... 請求保護 然後他... 他... 那個... 那時候也跟屏東地間署 告他 他告... 他恐嚇我嘛 那就告他 後來他被判了十個月確定 就被... 所以他還欠我十個月沒有關 然後呢 但是那個時候 他已經放話要去... 要殺我家 所以那時候我來打電話回來 我那時候... 我家住在士林區嘛 那士林區的那個... 那個複文局長 他... 算是還滿... 挺我的這樣 他就在我們家就射了一個... 再喝一下 再喝一個酒 來... 再射了一個熏龍蝦 然後呢 還帶出莊菁姐... 對... 我知道了 你們自己認為啦 你們曾經問過最衝的問題 最狠的問題 最直接的 那時候... 不是要廢倉嗎 公倉要廢紙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就去採訪 去華西街採訪這個... 公倉 是 那公倉其實都很老了 大概五六十歲 小孩子都會念大學了 然後靠這一份... 微博的收入 然後希望能夠繼續養家活狗這樣 然後呢 採訪完了 他說... 劉記者幫我們多寫一點 寫好聽一點 那我們這個可以繼續做啊什麼什麼 那我實在... 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好送你 那我就做這個的 你也知道 我就免費一次 免費一次喔 他說... 我可以送你免費一次是嗎 什麼 後面這個房間 謝謝... 謝謝 不知道 拒絕 拒絕 不好意思喔 所以你們問過很尖銳 但是我知道這個東西 會刺痛他的心 我說不是 我不喜歡你喔 不...也不用講很喜歡 你知道 就是... 好難喔 真的 這好難吧 對 好難為... 那個是我大概碰過 我沒有...就是... 我不曉得怎麼去處理那個場面 這個很猛 那我... 對 我是記得我問過一個問題喔 問小燕姐一個問題 然後被... 小燕姐當... 當場講的時候我很帶重 對 因為就是... 我們常常就是一堆人去問問題的時候 就一堆麥克風嘛 對 那有時候你看我看 你到底誰要問呢 那我... 我算是那種... 比較敢問的啦 因為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做到這個新聞嘛 那時候就是... 小燕姐在華視... 還在華視主持... 呃... 快個星期天的時候 是 但那時候就是有傳出說 因為節目收視率... 不好 然後就是要被江霞... 換掉就對了 要把他趕出華視這樣 就是有... 有雜誌這樣寫 那剛好那一天呢是... 小燕姐她要... 呃... 宣布加入另外一個Cable台的記者會 那當然大家... 因為很久沒看到她了嘛 就要問她這個問題 嗯... 可是連報社記者都沒有人敢問她欸 那我覺得... 那我就來當... 炮灰好了 我就直接問小燕姐啦 就說... 小燕姐...呃... 這個最近有... 雜誌寫說... 你跟江霞不合 然後... 因為節目的收視率不是太好 所以... 要離開華視 然後這樣好像眼睛... 你帶走喔 對 看我一眼 然後再看大家眼說 這個小子... 很太重了 然後講完之後 因為你可能就不敢再問了嘛 我就說 所以妳呢 我就回答 所以妳呢 他就... 還敢問 還敢繼續 他就回答了 那我換一個問法 所以他就回答了 那等於說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他對妳的印象就會更... 加深了 那妳就回去看各台 都用妳問的問題 不過我是希望各位前方 就是教教你們那些後進 不要問一些廢話 什麼 比如說 現在淹大水 你有什麼感覺 對啊 那廢話嗎 難過啊 沒有 最慘的就是那種 碰到死者家屬 對啊 人死了 那妳的心情怎麼樣 心情怎麼樣 你現在是不是很難過 對啊 連到保險金 他不會這樣講啊 可是你不能怪我們 有時候比方說 我們會問說 你現在跟小嫻分手了 比方 對 那妳現在心情怎麼樣 心情不要再問 那身同 妳現在跟迪寅好像聽說要復合了 那妳真的 可以跟之前單身 還有現在又重新復合了 妳的感覺有什麼不同 是妳小別勝新婚還如何 都一定會問的嘛 那妳們可能覺得 好白目喔 會那種問題 像我們藝人其實還好 因為藝人我們做最好 我們要去承受這個 可是比如說有時候 我們在看新聞採訪 尤其是什麼風災也好 換一個講法嘛 對 這個是應該叫 發生這個悲哀事情 怎麼這樣 通常會這樣問 菜鳥比較會這樣問 對啊 可是換一種講法 你又怕它又太歐吧 就比方說 上次頭份 那個不是很多的地下爆竹工廠 不是爆炸嗎 對 爆竹工廠爆炸 你就知道很多的 就是那些煙花就這樣 那個火災 燒都不知道燒死很多人嘛 對不對 對 好啦 那記者 他也沒有去問人家 什麼感覺怎麼樣 所以還滿好的 他在現場就開始講 這個 現場呢 火勢非常大 對 然後呢 燦爛的煙火 把夜空襯托得 如此的魔力 對 這種爛用型的樣子 人家 人家在你揮手 你說煙花燦爛的夜 這個記者 後來不會被處分 這絕對會被處分 而且是做爛的 做爛 對 我要辦公室 我要辦公室一聽到 真的 有時候不要把受訪者當... 有時候不要把受訪者當笨蛋 像曾經有一次我看到 他是Live的節目 他去採訪什麼 就喜安兒他們辦一個活動 然後很大型 然後有點募款 然後跟大家互動 然後那個記者就問他說 你...你感覺開心啦 然後那個...看到那個喜安兒 他其實表情就有點很不耐煩 大家都笑很開心 當然開心 他說當然開心 那你究竟知道今天活動在幹嘛的嗎 他把人家當成笨蛋這樣 結果後來那個喜安兒 就當場就翻臉就說 後面布條那麼大 你都不知道怎麼活動 難忘了 真的是很賴谷耶 自己調耶 對 這種賴谷的狀況真的太多了 對 你們在訪問的時候 有沒有自己失控 就是譬如說訪問一個人 你很討厭這個人 但是你加盡了自己的情緒 譬如說你問他一個問題 然後接下來你又問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你說這樣說是不對的這樣子 有沒有過 這樣子沒有啦 但是有訪問受訪者 慰問自己跟著哭的那種 那很容易 那真的是滿... 因為感動 情緒比較... 比較容易受到影響的人 就會問他 尤其是9和1那段時間 其實沒有人可以正常的轉播 因為太可怕了 那當然是 那個記者是一面哭一面轉播 我說那沒有 所以要... 但是那個時候很重要 你必須把記者要輪掉 否則那個記者會崩潰 然後其他記者 他也沒有受到這種訓練的機會 那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也曾經有... 我除了那一次行球之外 不過我講這個東西 都是錯誤的示範 當然 因為那是年輕的時候 剛出道 所以... 然後要跑社會 那你就會有一種比較... 很有正義感對不對 行球之外呢 有一次 在某分局 然後呢 有5個少年 也不是少年啦 大概大概是17、18歲左右 有些少年已經滿了 有些還沒有 然後呢 強暴一個少女 好 我最討厭這種案子 而且呢 4、5個 然後呢 輪前一個 當場非常生氣 穿了鞋子就拿起來 然後就走過去 那4、5個人坐在那邊 就靠著手銬 然後就看著我 噼哩啪 我一個人就點了5個人 就點了大概打了... 打了多久我自己也忘了 氣 對 很氣 打了那個 然後呢 所有的那個 三組的 行事組的這邊 是不是傻了 沒有 不是 當場看到我在開始扁的時候 都沒看到 都沒看到 然後點完了 然後看... 出去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恢復正常 好了 正常 少年的家長來了 什麼警察打人心想 對啊 剛剛警察拔我們 誰啊 誰 誰打你 誰打你 有啊 剛剛那個胖胖的進來了 什麼樣子 胖胖 萬一電視上他會... 會不認輸 你怎麼會講 你怎麼會這樣啊 沒有 因為他是十幾年前的事 大概十六 七年事 打了這樣子 沒有 不是 沒有 然後 然後 你知道嗎 那個開始就去找分局長 他們找了 然後就下來 包括名義代表也來了 然後就說 誰 他說有啊 那個人 我們五個人都... 都有看到 好 把所有的行事組的 人員的名冊通通彈出來 照片通通彈出來 來 你指認吧 他們五個開始看到... 沒有 再看過去 沒有 奇怪 然後那個... 那個... 作品又說 沒有啊 剛剛誰 誰 誰 誰打你們 你們是... 他進來的時候就跌倒 當然是 就那一次 然後... 不是 但是我跟你講 那個是很年輕的時候 所以你氣勝嘛 年輕氣勝 但是做了這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有時候像 有時候回想起來 很熟 當然 很爽 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靠在那裡 被你打 他們也是辦法完熟 你也把他打啊 打完之後走了 現在我們就要講 在今年度 我們認為 台灣傳播界八大一 不只今年度 累積到今年 最近了 累積到現在 來 我們看看八大意的是誰 首先第八名 阿清嫂 這無辜 我覺得他對 無辜 真的無辜 可以砍掏到 不是 人家好好做事 每天從基隆跑到台北來上班 很辛苦 還搭工程 你看他幾乎他的鏡頭 都是在擦地 洗東西 弄東西 對啊 為什麼要去騷擾他們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阿清嫂也捧了大餅 也算藝人 對不對 對 她也捧了大餅對不對 她也是在夾十大餅 本來大餅還沒有那麼紅 對 真的 大餅 可是我是覺得她奇異的地方 應該是說 她怎麼這麼小 對啊 兩萬五 你知道嗎 有很多像美人 我哪想請一個跟她一樣 其實美人姐說 她是第一順位 如果阿扁總統不請她的話 她要第一個請她 為什麼 太驚人 我出三萬五 幹嘛啦 阿清嫂 我家很請三萬五年 你看 她又要洗衣 就像你講 洗衣 擦地 燒飯 還要去便利超商幫忙 繳電費什麼費用 還要幫阿扁 還要代言人 對不對 還要當發言人 她多少自理名言現在 還要抱小孩 你看 還要維持媒體秩序這樣 好便宜喔 站在門口 好 待會兒小孩要回來 大家站好 有時候想講話還不能講 對啊 對不對 而且其實對她來講 很不公平就是 比如說她笑一笑 好 也可以寫 她笑是因為怎麼樣 怎麼樣 她笑她 她今天... 她今天不笑 她不笑 你們會知道有一天 如果她去上班的時候 怎麼都沒有媒體了 她可能會打電話 我來上班還會看到你 應該會 對不對 還出事 出什麼事 怎麼都知道 沒有 這樣子 第七名 你笑什麼呢 這倒是真的 專門簽別人不敢簽的意義 真的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 他光怪出外表就怪了 因為你... 你有看過有人 這麼一顆這麼大顆 他那個是什麼 肉流 對 但他又不去把他... 也是他的敏感帶 對啊 他說這是他的招牌 對 沈玉琳其實在我們圈內 他做了很多的節目是 非常特別的 對 別人不敢做什麼 對 什麼節目 比如說他做過一個節目 我是聽他們去講 我沒有去參加谷 那個節目呢 所有人去的人都翻 就是 你去參加的節目 無緣無故會衝出一票的人 來把你打 狠的打 打到那個什麼 黃曉得髒話都罵出來了 打到哭了一大堆 他還拜電視 因為他說他是做電視的 拜電視 拜電視 他把電視當神拜 拜一拜 拜他看他的休息率會不會好一點 對啊 真的 哪有個電視機在那邊拜 對啊 那個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比方他看電視對不對 他拿著遙控器 然後他轉到他自己的節目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 電視神啊...收視破音... 收視破音... 就這邊一直唸... 那破音他會 對... 然後轉到比方說敵對的對不對 然後他就... 就是很激動他就說 說是不是爛... 爛... 關掉... 關掉... 對 沈玉 今天不要亂講話 好不好 不要請電視神破壞我們了 好不好 他很會講話 這個我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我倒覺得他不只傳播圈 他還是跨足環保署 什麼意思 因為我覺得他是 資源回收的專家 你知道嗎 你可以這樣 再利用 可以利用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 它是可以跨足到環保 他很怪喔 他最近跟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是在做燈管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文婉你要買燈啊 可以來找我 我說燈管是不是一般都差不多 他說NO... 我的燈管很與眾不同 我說什麼與眾不同 他說你可以把你的名字 生成八字 刻在上面 你的家人都可以 那就是公民店 你知道嗎 然後我也是大笑 然後他就說 你千萬不要笑 這是商機啊 商機無限 我說也對 好笑嗎 這個我們該怎麼註解 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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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註解 現在是 可想要這是第六名 曲美鳳 曲美鳳 這個算是受害者吧 對啊 對不對 不過他也享受滿多的樂趣 還可以登台 對不對 我坐遠一點 好可怕 你在享受那麼久的樂趣 他的錄影帶一播出來的時候 人家一馬上開始打聽 他那個男朋友為什麼可以這麼久 所以那時候給我們男人的壓力很大 很大 你知道前面前戲有多久 哪有壓力很大 你們都一直毀棒啊 你們就說 我從來沒有毀棒過 他弄兩下休息兩分鐘啊 兩分鐘毀棒 不是你們 像我就沒有 我就滿佩服的 我就滿仔細看 天下掉下來的禮物 跟鄭餘正 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 當時你們啊 你們都是記者 你們怎麼看這個世界 就是怪啊 沒有 因為時間點的關係 我覺得製作單位 把王小翔列出來 算是敏感度很高的 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他跟鄭餘正之間的那種 就是來來回回 來來往往 其實不... 就是那種精采度 並不輸給現在的 許淳美跟邱皮瑞 如果要去回想的話 真的是不輸啦 那我那時候 有問我們王小禪 我就說你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他一直認為說 鄭餘正已經離婚了 那他跟鄭餘正 從此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穿著那一件洋裝 後來也變成話題啊 真的啊 對 我又自消 自消 然後再來要去枯粉嘛 對... 我說奇怪 你為什麼會去枯粉 因為後來他一些行為 越來越怪嘛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會去枯粉 或者親自問他 他跟我講說 我媽媽你都不知道 因為當初 鄭餘正跟他 許下承諾說 要照顧他一輩子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墳前 因為他們就是去跟他們 父母啊 說啊 禀告父母說 我會照顧他 之類的 然後後來因為 死無對證啊 因為沒有除了 墳裡面 躺在裡面的人 沒有人啊 然後所以之後 發生問題之後 他當然也去 靠去死去的人知道嘛 那誰來替我做主這樣子 可是我跟你講 鄭餘正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還擊 他跟他老婆嘛 他們就去廟裡面找那個師父 然後師父就說 鄭餘正被下扶 烏雪福嗎 對 說他被 我小禪下扶 所以才會這樣被他迷得團團轉 下扶當然我們是 我們有點怪力亂神 對 我們就不太懂 他用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一個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拋妻 棄子 還有那麼多的選民 對啊 自己的政黨 政治前途 所有的幾乎所有的東西 全部就跟著他 就這樣 他可以全部通通放棄 不要 我們都是男人 我們剛好在世界上面 有一點點基礎 嗯 如果你來跟他 跟鄭餘正一樣的時候 你會不會為了一個女人 做這樣的事 你會不會 好 可以 你會不會 是不是 我是打死也不會 對 那所以你還被碰到王小禪 你如果碰到王小禪的時候 你再告訴我說 他到底有什麼特異功能 可以讓鄭餘正這樣子 來看看 第四謀 第四謀 哇 這個猛 真的嗎 真的嗎 這個去哪裡 真的嗎 真的 我覺得 這個東西其實 這個東西其實到現在還沒落幕 說實在的 那今天我也看了某週刊 其實他寫了其實有很多的疑點 OK 那問題是 為什麼他們這個案子 就你們來看 為什麼這個案子會有這麼多人 在他家附近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消息 爆出來 為什麼他會成為這麼有名的人 他們兩個給我感覺就是 他們是媒體的寵兒 而且喔 他們跟媒體的關係 已經到了 一種 密不可分 而且叫 李爺爺已經改名了 以前我們講李爺爺是講誰 李登輝 現在講李爺爺是李聚寶 因為呢 記者去跟他採訪完之後 他被起訴了 你知道嗎 記者竟然哭了 記者竟然哭了 然後呢 回來要 回來就是撤了那邊 回來台北換班 還會思念他 親自就是利用這個 休假期間自己買車票 下去看他 下去看李爺爺 所以李登輝已經 已經不是李爺爺了 現在李爺爺是李聚寶 李泰安喔 他必須要被 就是收押嘛 升押之後 其實他們家那邊有一個 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個行動咖啡 其實那個也很感傷耶 記者還特別問他說 他說我真不曉得 我什麼時候還可以再回來 因為 其中人這樣就沒心理 對... 他講一句就這樣就沒 你懂嗎 不過後來 秋楚子行那天 起訴秋楚子行有沒有 然後他知道了 他秋楚子行 然後呢 那個遊客來了 李爺爺跟你拍個照 好 來 拍個照 他可以很沉重 馬上還是繼續接待他的客人 大家身邊的好朋友 柯董來了 剛剛講過很多柯董 這個毆打的故事 不過我是覺得就是說 他也是一股灑勁 我覺得他給台灣的傳播界 開了一條路出來 在這種以前 從我們以前 媒體那麼封閉 那麼閉塞 你不敢走 都是必須要被 放在個框框裡面的 他竟然可以做了這樣的怪招 觀眾也習慣 你不覺得嗎 你現在如果哪一天 你看到奇怪 怎麼都沒有 怎麼都沒有牌子 是不是生病了 前一陣子 前三個月就沒有看到牌子 對 然後我打電話給他說 柯董你最近都沒看到 你在幹嘛 他就說我在忙 我在忙事業 我下禮拜就重出家了 接下來這一位 也是大家非常親切的 真的嗎 這個勇氣很大 但是看起來 他好像也滿會賺錢的 崇寧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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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一個怪咖 崇寧謙 我們只能說 他對他自己很有信心 然後對推廣這個台式英文呢 非常有貢獻 負遺餘力 對...然後呢 你說 你本人有沒有 我本人有一點疑問 什麼疑問 他怎麼為什麼這麼油呢 他喜歡抹這個髮油 他很喜歡摸身體摸來摸去啊 你確定嗎 他最大的攻擊性 大概就是罵董念台 那個人好壞喔 他情敵 對 他說他情敵 他唯一我看過攻擊的 他就攻擊過董念台 我跟你講 任何男人為了愛 都會硬起來 Tony Jr 最特別的地方 他老師講自己是英語狀元 然後在送一節目 亂滾 亂弄 那我就問他 我就說 老師其實這樣很奇怪 不是 你自己在開補習班 你又每天都要結婚結婚 你現在還有人去你的補習班嗎 他說 文文 你都不懂 有 很多 聲音很好 很多都不明 我說你確定嗎 我說真的 我聲音好得不得了 我覺得 可是就有人接受度夠 那他另外一個很奇怪 我覺得應該不是示愛 是他之前有爆出就是說 找一個助理 還叫人家幫他按摩 全身脫光 然後是一個男助理幫他按摩 所以後來那個男助理就控訴他 那個 所以 原來你全身這麼有 是因為你喜歡尤雅 OK啦 應該知道了 我也知道 然後那個男助理抗議也是 他身體為什麼會這麼難 有 你剛剛說我們在採訪的時候 大的場子都看得到他 因為他也是電台的主持人 對 你就會看到他 然後一開始大家還不知道 他是誰的時候 你就只發現說 這個人怎麼這麼的涼腔 對 而且怎麼hyper 而且比方說 我現在要訪問李文婉 對 然後他在訪問他 因為他講話都會搖頭晃 對 然後會 現在是Tony K 我現在要訪問李文婉 他也不會出來問他什麼 然後李文婉問他說 你要問什麼 沒有 我也會這樣 對 然後他就說 他人家繼續想信心 然後你不能聽不清楚 他在講什麼題目 然後如果說 大家一起問的話 因為他不會問問題 他就是賭著賣 然後他會自己連線嘛 然後來問李文婉 然後藝人就被他嚇到 然後大家問完之後 他就說 好 那麼剛才你接受我們的訪問了 謝謝 大家不要謝謝 他就會自己在那邊 對 你這樣講 我想起來 以前有沒有 只要是有藝人結婚什麼 他就出現 那時候還不知道他誰去 你好 我是什麼 我完全是誰啊 騙人 然後第二次叫他 我會覺得 真的有這個人喔 好像真的有這個人 然後我還說你好... 好... 我還是走 然後第三次我還去跟他聊一聊 你不幹什麼的啊 OK啦 台中廣播嗎 不是台中廣播 那是台中幹嘛 你教英文 又走 OK 但是後來發現他是不是 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 最後這一位呢 是全民大家都 都要為他們倆自敬 敬佩了 敬佩 兩位啊 他出現怎麼可能只有一個人呢 敬佩 對不對 許姐 身價641 拋棄自己的女 為什麼現在新聞界 不再去追問他這個事情 有啦 有... 他不回答嗎 完全有追問 完全有追問 而且他... 而且才剛畢業嘛 今年才剛中途 對啊... 我那天看到有寫一大篇嘛 寫說他在中途之家 他一開始適應不良 對 現在已經越來越好了 但是還是不要去問他的家事 對 那他做這些事情 記者為什麼不直接了當的 每天就去問他這件事情 都不要問他別人 他就...他不會接受 他只要對於喔 他...他...他...他在傳播 他的...他的所謂的傳播啊 其實是有選擇性的傳播 他只是講他... 想要講的 對於他不利的 傷害到他的 或者是...是真實喔 不管是不是真實 他就可以馬上cut掉 避而不抬 比方說他接受call-in 就很清楚啊 call-in...call-in進來 就要問到他女兒 把他電話掛掉了 他欠我錢啊 對對對 你看 他是倒我錢的那一個啦 那你記者就問他這東西 他一樣就是不一樣 要不然... 要不然就是他給你的答案 永遠都是一樣的 你去問他說 你怎麼都不去找女兒 他就...他就會跟你講說 他是惡魔 他是惡魔投胎啊 他的答案永遠就是一樣 其實這個問題 永遠都不要去問啊 就不會有答案 他今天可以... 像我也問他 我說那你從頭到尾 你花在男人白花花鈔票 你說三億嘛 他號稱三億 可是這些三億 你去栽培一個孩子 會多好銀耶 不要說三億了 你一億就已經弄到 對 然後他說 那你一直... 每天講邱品睿... 邱品睿... 講林中英... 有沒有想過小雲 然後他就說 好 我現在要對著全國的觀眾說 小雲你回來吧 然後我們就傻了 他又想到小雲了 然後可能隔天他又說 他... 我不要他回來 就是說你永遠沒有一個一定的答案 他隨時在變 白白撲撲 你們三位在面對他的時候 你們覺得他們最... 他最奇怪的一點是哪一個 他常常喜歡跟你講說 他打電話給你 而且是... 無時不刻的 也許是凌晨 也許是一大早 這是他每天最多的... 最大的一個戰略 他很愛打電話 對 特別打給他熟的記者 然後比方說 他打給你的時候 就... 然後等著講一堆就才告訴你說 我跟你說 今天又有什麼新聞要報我了 那大家都要來 你要來喔這樣 那你... 你真的好去了 結果大家都要來 就只有你一家 這等於被... 被曝光了嘛 被曝光了嘛 那久而久之就是 你就比較不會去相信他嘛 許淳美的外號就當白了 那我... 那我... 他就馬上就講 我已經讓他生氣了 我已經實在是受不了 然後他說 美姊你不要... 每天打電話給我 每天叫我去采訪 我不是知道 要采訪你這個人 對喔 你這樣我真的 我要被你搞得精神分裂 他就一兩個月沒有打電話 我覺得現在孩子就打 但現在又... 又開始了 對 所以我覺得他怪的地方 我看許淳美 最奇怪是說 他為什麼生病了還不去看病 我認為他生病了 而且我也認為他的家人 為什麼在他... 對啊 他都生病了 你為什麼不帶他去看病 而且應該要好好的... 保護他 他家就剩他一個嗎 他不是還有長輩嗎 有啊 父母啊 妹妹啊 你可以發現他的... 他的言行舉止 已經易於常人 而這個常人已經... 他可以每天說謊話 每天說很多的 比方說他說 我每天都... 我是學... 學活的 可是你要知道 他是每天花幾百塊錢 叫那個他的用人阿平 念那個大杯之後 而且最可怕的是 人家是回向給冤親債主 他是叫庸人回向給他 他拜託嗎 這是哪兒 我們只是學活的 他對他道 我最無法想像是 他為什麼都不卸妝 而且你知道嗎 他被打那一天 你知道嗎 因為卸妝之後呢 7月來的時候 沒有 他被打之後 不是留學嗎 他不要擦... 其實據說那是他 這麼久以來第一次卸妝 而且是醫生幫他卸妝 因為要清理傷口 哇塞 那醫生累到喔 這會不會沒有辦法想像 這會不會 卸妝 卸妝 等一下 卸妝卸了多久 真的 那是他素顏 據說中間好像有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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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對於他宗教的事情 我可以幫你解釋 沒有疑問 他沒有說他學佛 他學侯啊 那你怎麼可以只跟他學侯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台灣傳播業的八大藝人 今天有我們藝人呢 還有跟那個記者朋友呢 一起聊這八大怪現象 這就是台灣一個 無法解釋的一種趨勢 好不好 那雖然說大家都在 狂吼著叫喊著 要什麼媒體自律啦 什麼大家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從你自己做起 如果你不想看你就不要看 你讓這些新聞這些節目 都沒有收自律 他們自然就會收起來 如果說你也很愛看 你就沒有資格說媒體不自律 好不好 這句話很有深度 太棒了 謝謝三位 今天謝謝 謝謝 謝謝 來 大家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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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胖胖的暑假作業 今天是我們國光幫幫忙 暑假作業 屈中橫篇 第一天開始學習電腦 那學電腦呢 怎麼樣學呢 當然啊 就是我這個一點程度都沒有的人 就到電腦補習班 是最保險 也可能是最快的方法 是的 對電腦一竅不同的屈中橫 未能要完成暑假作業 特地在假日的早上 來到電腦班尋求幫忙 但是這能夠幫屈中橫起死回生 對 因為是這樣子 因為我 我是 一點程度都沒有的 我是從來不會的 一點都不會 然後連開機都不會 開機都不會 是 那 這樣子的學生你們肯收嗎 可以啊 為什麼開始想要學電腦 我也是不得已的 是不得已的 不是 是 就是因為我們一個節目 叫回光幫幫忙 裡面呢 我們三位主持人呢 都有一份暑假作業 在了解藍藝之後 老師非常爽快的讓他報名了 但是屈中橫的程度 難道不會拖累其他學生嗎 畢竟這樣的現代原始人 是不多借你 那老師 平常有看我們的節目嗎 有啊 那老師 知不知道我的招牌動作是什麼 我沒有注意 沒有注意啊 你看 你還說有看 不過 我跟你講 我的招牌動作好了 我的招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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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屈中橫還是趕快去上課吧 別再表演你的招牌了 好不容易報名完畢 總算要去上課了 但是電腦白痴屈中橫 能夠跟得上同學的精益度嗎 而這樣像他這樣的學生 老是受得了他嗎 不對 不對 為什麼 我要跟他一起上課 不是太丟臉了吧 究竟在教室中出現什麼樣異狀 讓屈中橫滑如不思塞 而他的學習電腦治理會不會因此而終結呢 嗨 各位同學 我今天有一個新的同學 我們歡迎他 嗨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很榮幸能夠成為你們的同學 再來你們可以叫我叔叔 屈中橫真是為難你了 一個年紀四十的大叔 要跟著一群小朋友學電腦 希望能因此覺悟而奔發向上 努力學好電腦 不過看屈中橫一部 手足無措無所吃蟲的樣子 真是一年的一句話 少傳富有力老大圖上輩 老師好 爸爸老師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連開機都不會 我連開機都不會 沒關係 先不用叫我那個 但我剛剛講那個直 手指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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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中橫問得好 人家說不會就是要問 家裡這樣勇於提問 不怕丟臉的精神 是非常難得的 所以老師就叫叫屈中橫吧 妳要請妳要抓褲心同學 她要褲心同學 對 她要褲心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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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 沒有 沒有同學 沒有同學 屈中橫 妳的電腦程度也太差了吧 連小朋友都不想理妳 我看妳想完成暑假作業 情況不是很樂觀喔 老師對不起 老師不是醉小花 對 來 靠近妳 來告訴妳 妳 最小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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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面一橫的這個 就是上面一橫 左邊 最小 接到我們的工作練習 就是左邊有一橫的 右上方左邊有一橫 等一下妳把它打開 所謂的最小花 就是像開啟的視窗所小 只要用游標點選 視窗上最小花的符號就可以了 而屈中橫連連這麼基本的電腦 常識都不懂 看來連的暑假作業 充多極少囉 可以 可以 好棒 好 新章姐 一定跟上去 好 好 新章姐好厲害喔 好厲害 好厲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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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可以 好 好厲害 好厲害 再經過老師同學的教導 屈中橫似乎是漸漸了解 一些電腦基礎了 不過按照屈中橫目前的進途 距離她暑假作業的目標還很遠 就在下課之前 老師要來測試看看屈中橫 對今天的課程 到底吸收了多少 我們要把今天 我們講過的部分 我們確實一下 好 剛才我們建議這個網站 好 我們要在哪個地方 我們要在哪個地方 在哪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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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在哪個地方 我們要在哪個地方 好 剛才是說 在我們三線上面 好 最大的一個區域 是什麼區 好 給新同學 新同學 來 好 打字建區 哇 好棒耶 他知道 他還打字建區 來 鼓掌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來 好 來 醬品 這麼好的 這麼好 他跟你講好都沒有 好 來 謝謝老師 好 不客氣 來 看 這是我暑假作業的第一份禮物 看來屈中橫 今天的學習狀況還真是不錯 對於電腦了解也進步了不少 希望他能夠繼續保持下去 學店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 很容易 而且我覺得 要每天 時時刻刻要在那個狀態裡面 才可能容易記得比較 比較 比較老 像我們這樣子 常常就是說 中斷的 譬如說我現在 我現在離開了這邊 然後可能又去工作 又去開戲一兩天 然後再又回來 再又回來學的話 可能會比較慢 所以我自己在家裡 要好好的 認真的 學習一下 這樣子才可能學會 好了 不要 屈中橫終於順利完成 今天的電腦課程 也初步了解電腦的世界了 而究竟他能不能順利的 完成他的暑假作業呢 就請各位觀眾朋友們 多多給他祝福及鼓勵 我久了 不用 真的 對 想散 後退兩步 對對對 後退兩步 這幾個月好像都不在台灣 李威的OA 其實我是想知道 拿掉多少錢 我懷孕了 你誰啊 你是誰啊 你是誰啊